施華你不是說笑話 我欠你的錢 你快點說什麼事 你當然欠我的錢 你整個州的人都欠我們整個州的錢 我們就說說 欠多少?一百萬? 當然不是了 三千萬 賬單我都麻煩阿正上載了 原來這個Queensland 我們兩個省之間 各有檢疫 有十四天的檢疫 你們的省有些人就來了我們的新州 就禁止了就不能走 於是要住酒店又要吃東西 這樣的情形 其實我就說一下賬單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你在這裡吃在這裡住 我就告訴你 Chris如果你是無緣無故禁止了在我們的新州 如果你是一個人 就三千元十四天就包食包住 然後如果你是屬 cantidad加上有太太就四千元 一家四口就五千元 這樣這裏就包括做一個餐 那現在就有一堆人 這個是真的 来自昆斯兰就由去年的3月29日到9月30日半年期间 就有7,112个昆斯兰昆州的人来了我们的州 那他就是欠我们的钱了 然后一共那张单就是3千万多的小时 然后3千万就没有了 那你欠人钱人家当然要给你一张账单 一给你一张账单这个昆斯兰 那昆斯兰昆州的演员就是斯蒂芬·米尔斯 斯蒂芬·米尔斯很帥的 你有没有看到他 他直接是对着镜头撕破了一宗 然后你知不知道他还要还什么 他还说我不会付钱 因为这个是马里森的责任 因为马里森就是这个国家政府就说 联邦政府就不批准我们建立一个 就是建立一个叫国家隔离的检疫中心 那所以呢 除非他批准我 如果不是我就不会付钱的 这样来带我们 于是呢 我们那个州长 Gladys Berry-Jaklin就说 这个 你和联邦政府要求一些东西就不关我们新州的事 这笔钱是由新州的纳税人承担 当然我有份 我有份啊 我有份啊 所以 那你就是 昆士兰的人 虽然你没有份住 但是 你们那个这样的州长就不肯还钱 那所以呢 那这个Gladys 就是我们的州长就说 麻烦你给钱 那就是我们那个财长 就是我们新州的财长就说 喂 你这样做 就是very disappointing 就是非常令人失望 还要在那里放下这个政治那种的架势 那所以呢 那我们两个就好朋友 但是两个州呢 其实已经因为疫情的关系 开关了 封关了 那已经面阻了的了 那现在还有不素 就是追不到呢 那应该就是3月19号就要付钱 但是你们好似买债的 啊Chris 你可以说的吗 帐单就撕掉了 帐单撕掉再给 现在这单很容易给而已 现在我觉得搞政治呢 除了开会那时候 唇窗涉见呢 也都是搞媒体战 这单这样的事情 虽然不需要出来搞个动作 拍完片 放上社交媒体 当众撕破一张单 那需要不需要这样啊 不过我又觉得很奇怪啊 为什麽呢 我们昆士兰国 我们的州长 帕拉什和你们的州长 那个Bia Jiglin 那就是两位女士 其实都应该很好的 当然不是啦 女士兰国 当然不是啦 女士兰国 这两位女州长呢 当然不是啦 好像撈乱骨头 样样东西 针锋相对的 是差在未曾有出力撞的 那我们那个理据就说 不是 我觉得呢 其实呢 你这个 他就是由这个 Steven Miles 正式做这场戏的啦 那 但我问题就是 你那个理由真是搞笑 你说因为联邦政府不肯 给你一个检疫中心 你就赖第二个人的债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啊 就是 就是你讲过 那个第二个理由都好一点啊 这个理由 你真是坏得不肯 你有什么看法呢 那段新闻呢 我就就是 那个资料比较简略一点 就是他的要求联邦政府 在一个National 就是全国性的检疫中心呢 是不是他认为 就是全国的检疫中心 都应该由联邦政府 负责建造 和负责经费 那我就要求这件事 我就引伸到 是不是新南威尔斯也好 郭士兰也好 各地的检疫中心 都应该由联邦政府负责啊 那这件事是应该做的 那你不答应我这件事 你不负责了这条单呢 那我都不是了 就是是不是 就是摆出这样的姿态出来 那会做出这件事 我想郡州有些人 是 你说 其实呢 我们的资料都是那几样的 不会特别多的 那这个的确是 National Quarantine Hub 那可能真的是全国 都应该真是想想有什么办法去 就是万一再来的话 怎么做 因为酒店这件事 真的是很差 你已经发觉 而且非常贵 好像 好像 譬如我如果有家人要来的时候 一对酒店是4000元 还有一个家人是5000元 澳洲人真的没有钱的 你要知道 你没有黑大喇喇 几千元怎么付啊 真的 真的 真的付不出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东西我们只不过是当新闻一样说 其实你要赶紧 又不可以开战 是不是 亦都不会因此开战 还有呢 现在各个州都有会有账单 你又欠我 我欠你 现在都有很多 加价有求而已嘛 对数 大家对数 没错 都养别人了 米湘南威尔斯 是的 是的 还有那些住了酒店 而不给钱的那些 又是说收到标呢 那又是很恶的 他们有些说 根本就不值 因为那些东西吃又坏 酒店又坏 所以有些人说 我不会给的了 你抓我吧 有些就说太贵 有些就说没钱 有些就说不值 我不会给的 于是呢 引起一场的 省又追省 省又追人 人又赖债 你都不知道好笑 还是很荒唐啊 整件事 就是这样吧 刚对说话说一句 这次疫情来说 澳洲政府做到的事情 有些都是做得好 例如这些疫苗 或者是禁止 控制那个检验 这样做得好 那这些就是 数目上的问题 有些是拗桥 那就是 希望可以解决 有好有不好 那我们不要说 希望下次做得好一点 希望下次都不会有 哎 不要再有这个世纪疫情 已经搞到我们 已经鸡毛鸭血了 已经 是啊 还有你相对于美国 或者几个大疫的国家 还没搞完 是的 我们一直死 暂时直至现在 可以说幸运 都是死了909个人 没有上升 当然是好事 那你美国是死了50万人 我真的觉得澳洲是做得非常之好 还有900多个人 里面有800多人在Victoria 所以其实每个州都是做得非常之好的 我们不能够不赚他 虽然有很多人踩我们 但是我们做得非常之好 但是可以更进一步 不过这些这样的奶债的东西 其实就挺澳洲风格的 我觉得 大家都很渴望 希望过一段时间 大家 觉得挺个人的 那 那 吉准芬 喂 不是啊 其实要追回那些人 其实那些人不给 你不是那个州 其实老老实实 不是你欠我 或者我欠你 其实住了那些不肯给钱 嗯 没错 没错 那但是奔秘也没办法 疫情先说这么多 那跟上一个上个礼拜的 朝时新闻 那关于那个 国会女职员就喝醉酒 被人拖回去国会大厦 在部长的办公室里面 就半夜将她强奸了 那这件事就越消越大 这个是她宣称 这个是她的宣称 就是这位女士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不报警 没有报警 这样 不报警 告诉谁知道 谁告诉谁知道 你有什么消息 有谁知道 谁不知道 你说一说 是 是 是 那其实我们上个礼拜都说过 有一位女士是 是 发生事的时候 是2019年的3月 就距离 现在是差不多两年的 Brittany Higgins 就一石击起千重浪 那 可以说是一个澳洲的me too 事件 因为她一说了她曾经是 这样被人性侵犯之后 不过是两年之后才报告 是二月才正式公开这件事件 最近才是正式报警 所以整件事是拖了两年的 那当然跟她有关的国防部长 因为她在国防部长的办公室里面 是发生这个事件 是啊 那国防部长都被别人千呼所指 那就是暂时正在休息 那邵氏人 就是被这位女士说是 凡事的人 亦都说进了医院 那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说过的事 那然后陆续 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说了 然后有A 这个是第一 No.1出来之后 2号3号4号 陆续出来就说有人 就是有被侵犯的情形 那还有一个呢 就有在 刚才说的那些基本上都是自由党的 那但是就又有一个最新的呢 就是工党也都有这样的情形 就是有一个工党就是说 又是有一个 又是收到工党也是有一个强奸的事件 那就是说1988年的时候 在联邦政府里面有一个内阁部长 也是强奸一个16岁的女生 而这个16岁的女生就是 这个就是当事人 当事人又已经是自杀了 那这个也是导致另一个的冲击 就是有人就说虽然 因为当事人已经自杀了 那有人就是警方就是说要停止追查 因为追查不到 但是也都有人就说要追究这个事件 那事件里面也是追究到 这个工党那些的党灰等等 有没有收到当事人的投诉 申诉等等 那所以又是 就是有这样的可以说是丑闻 这个就已经是消到这个工党那里 那我又不知道 那我补充一下 那我补充一下 好的 你补充一下 就这样的 这个女生就 并非是政府的职员 就被工党那些政客 强奸的情商就是这样的 这件事就是最近爆出来的 就在前几天而已 那我们那个前总理 Malcolm Turnbull 就爆出来 就说他在 他就收到一封信 他就说2019年那时候 就曾经收过一封信 2019年 那这个女生寫给他的 是的 是的 那就告诉他 2019年告诉他 1988年被人强奸 是啊 1988那里真是很惨的 又没有 讲十几年前的事 十几二十几年前的事 就跟他说 那他当时又没有 1888年是三十年前的事 是啊 33年前的事 他收了封信就算了 那就说这个女生 就保持了很详细的日记 他今天出来说 2021年 说2019年 两年前 收到这个女生的封信 这样 但是这个女生 就在2020年 就已经是自杀身亡 自杀身亡 自杀身亡 今天又出来趁热热 又说这件事 那就是有一封的匿名的投诉信 是交给两个现在工党的上议员 那都是封信是谁写的 不知道 就肯定不是这个自杀的女生写 有人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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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值其所为 就写 就说 这个衰公 是现任的部长来的 三十年前强奸人 现在就做了部长 那现在如果现任的部长 就是自由党的人来的 又不是工党的人 就是工党的人 就是工党的人收到 是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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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消息 不要罵工党 不是说工党一定是好人 这件事真的好像不关他 他也收到信 是 是 就给哪个呢 就给两个女议员 可能希望他们身为女政 就出多点力 就紧紧查清楚这件事 第一个女议员就是Penny Wong Penny Wong 就是华裔的 就是好像来自 东南马星马那边的 叫做黄英燕 是Labor的 另外一个就是绿党的 Green Party的 叫做Sara Hanson Young 这个是西人的 雖然她姓Young 又加了那件事 出了封 拿名信 谁写也不知道 就不会自杀 自杀的人死了两年 是吧 那这件事 Malcolm 就用前任总理的身份 出来振备一枯 希望政府 就成立一个独立的委员 不要去调查这件事 有没有这件事 800年有没有这件事 那这个女孩有没有报过警 警察为什麽查查 又不查 就是诸如此类这些 是 那就是 是 我先回应一下 你说 据称就是1988年发生 距离现在就33年 然后呢 当时 当事人是16岁 而当时是一个内阁的部长 就发生这件事 30年来都不提 但是呢 就在2月28日的时候 是今年 就是上个礼拜 那就是 Sara Henderson 和工党的党魁 Anthony 就说 这个Henderson就说 收到一个电邮 所以他们就希望能够撤查这件事 但是这一位当事人 亦都在去年死了 那所以 这个时间 就在那 那就是 最近才收到这个 所谓正式的 爆发 爆这个新闻出来 但是其实当事人 已经在去年 自杀死了 而且他一直都有所谓 抑鬱症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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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的一个 就是记录 但anyway 都是 你说得对的 就是那些前任 或者是 就是反对党 希望出来 是说要 撤查这件事 那就是 我自己就觉得 都是因为 Britney 这位女士 出来 说了之后 可能真的发生过事 现在都觉得 应该是时候 说出来 但是情形 是不是又是这么简单 喂 政坛的东西 真的没有人知道 不过呢 我又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Chris呢 因为最近其实 不单是这些 这样的 性强奸的丑闻 其实 性丑闻 都很多 在这个 minister for Education Alan Tatcha 你有没有知道 他最近 又是有一个丑闻 这个教育部长 教育部长 就在去年的 跟他有分手 好像扔锅 不是 他跟他的下属 就是有分外情 两个人 都结婚了 他还是教育 现在的教育部长 当时的移民部长 在2017年的时候 就跟自己的下属 叫做Milla 就有分外情 那其实 老实说 两个人都是自愿的 不过后来 这个Milla 就是告自己 那个上司 就说 我们两个 搞分外情 就是不对 不过 因为我 和这个 上司 Alan 搞分外情 他整天 就叫我 不要说话 整天都禁制我 说话 而我又受到 不公平的待遇 受到不公平的 在升迁那里 都有问题 所以现在 正正式式 是告了上去 是有 直接告他 然后就说 他应该受到 惩罚 他直接就在 Four Corners那里 接受访问 和爆料 于是 这个 又是有分外情 然后 自由党 有另一个 Christian Potter 又有 又有分外情 又是这样 然后 他们两个人 搞分外情的 还有在一晚 互相相遇 四个人 在同一个地点 就是 两个分外情的人 就在同一个地点 相遇 于是 你说 是不是真的 哎 现在这个 告自己上司的 Milla 就说 因为我和他是上司 和下属的关系 我有不权力的 不平衡 受到他的打压 还有 他也提出 在这个政坛里面 越年轻 越初级的 越是 受到权力 不平衡的 就是 压制 所以他现在就要出来 好像你这样说 振备一呼 那 刚才我说的 两个 男人 都是这个 Minister 一个是 教育部长 另一个是 工业部长 一向都说自己是一个 传统的 有传统价值的 好男人 所以暂时 龟宿 出来住 所以 我们 这一段 澳洲政坛 澳洲 新闻一向都悶 但是这一排 那些投资的 就很多 性骚扰 性侵犯 分外情 丑闻 那其实 对现在那个政府 是很大的冲击 Morrison 我想头都行买 但是 事实上 都是 独立调查 都是 对的